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关于增值税的计算 同样在讲这个增值税的计算之前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考点的这个有关的专业词汇 首先的话呢还是回顾一下这个肖像税 那么由于肖像税是对外出售 所以是用output,output text 然后是镜像税 那么镜像税的话呢实际上是由于购入材料的时候 所以是input,input text,镜像税 汇款,remittance 这是一个汇款的名词形式 remittance 运输发票,发票是invoice 运输的话呢transportation 这是一个运输的名词形式 来修饰这个invoice transportation invoice 运输发票 销售折扣 销售是sales 折扣是discount 所以销售折扣 销售折让 折让和折扣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专业词汇上呢用另外一个词叫做 alliance alliance 折让 所以销售折让 sales alliance 销售折让 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的话呢在英文当中对应的是一个trade in trade in 以物 义物 以物义物在英文当中对应的是barter barter 义物 义物 barter 押金 deposit deposit 是先存在那里压的 所以deposit 过期 over due 因为到期的话是due 那么超过了用一个over表示过期 所以overdue过期了 deduction 这是一个抵扣的名词形式 tion 往往是用在名词的后缀 deduct是扣掉的这个动词 而deduction呢 抵扣 名词形式 免税 tax free tax free 免税 购买价 acquisition price price是价格 acquisition 购买的一个名词形式 我们要注意 acquire 是购买的动词 那么acquisition 把它变成名词形式 购买价 acquisition price 拥有什么什么权利 用一个短语是用be entitled to do something 拥有什么做什么的权利 或者be entitled to something 对拥有什么的权利 转出 这由于是转出去 转移是transfer 那么转出去是out 所以transfer out 转出 关税 customer duty 关税 进口 这是动词形式 import 进口 相应对应的出口呢 export expert 国内的 这是一个形容词 domestic domestic 国内的 税收返还 税收 text 返还 这里一个专业词会 rebat tax rebate 税收返还 税收的抵扣 text deduction 抵扣我们刚刚学过了 deduction 所以前面加一个text 就是税收抵扣 text deduction 税收抵扣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看 关于这个增值税的计算的一些主要内容 首先的话呢 是境内销售业务增值税额的计算方法 那么对于这个境内销售业务的话 增值税额的计算呢 我们首先要算一个应纳税额 所以具体来说的话呢 有这个一般计算方法 general text computation method general text computation method 一般计算方法 那么就是当期的应纳增值税的税额 是等于当期的销向税额 减去当期的境向税额的 就是valued added text payable for the period 当期的这个应纳增值税额 equals等于output text for the period 当期的销向税额 minus input text for the period 减去当期的境向税额 就是一般计算方法 那么当期的销向税额的话呢 它是等于不含税的销售额 乘以增值税的税率的 所以output text for the period 当期的销向税额 equals等于sales amount excluding不包含VAT 所以是includingVAT 不包含这个增值税的销售额 所以sales amount excludingVAT multiply with乘以什么呢 增值税的税率VAT rate tax rate这个增值税的税率 这是一般的计算方法 还有这个简易计算方法 那么简易计算方法 我们称为这个simplified text computation message 当期的应纳增值税 税额是等于不含税的销售额 乘以征收率 所以是valuated tax payable eqs sales amount equatingVAT multiply with the leverable rate 增收率 我们用这个leverable rate 来表示 这是简易计算方法下的 当期应纳增值税的税额的计算 第二个方面 关于这个应税销售额的确定 我们说这个determination of tax payable sales amount 应税销售额的确定 涉及到这个销售额 所以这里首先呢 看一下它的定义 销售额是指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时 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所以the sales amount 销售额 这是主语 是指reference to 用我们这个常见的这个句型 是指什么 是指什么呢 实际上最终落脚于什么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而前面这个纳税人发生的 应税销售行为时 向购买方收取的 都是来修饰这个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 是吧 所以我们在英文表述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 冰语 重点的冰语说出来 reference to the total sales of price additional charges 是吧 这就是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对应于这个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再用collected from the purchase on selling behavior 这就是来修饰前面那个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所以大家要习惯的就是 你要把这个 所谓想表达的中文的意思 转换成英文的时候 那么大家的话呢 稍微要调整一下语序 就按照这个英文的表达习惯 是先把重要的组位兵说出来 然后相应的 再把要修饰的内容 加进去 加到后面 这是销售额 价外费用 那么价外费用是指 价外收取的各种性质的收费 所以的additional charges 价外费用 refered to 是指 the all kinds of charges beside the sales price 各种各样的收费 beside the sales price 就是价外收取的 一个的话呢 是不作为这个销售额的 价外费用 other charges which are not treated seas amount 第一个就是 纳税人向购买方 收取的销项税额 output tax charge it from purchaser 这个是 不作为销售额的 第一个 这个价外费用 纳税人向购买方 收取的销项税额 我们英文表输的时候 先把重点销项税额 说出来 这个output tax charge it from purchase 来修饰这个output tax 第二个是 受托加工应增消费税的 消费品 所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所以是 重点是什么 消费税 所以同样 我们把消费税 先说出来 consumption tax 消费税 怎么样呢 collected and remitted for the tax for consumer goods consigned for processing 就是代收代缴的 为什么代收代缴呢 是为那些 应增消费税的消费品 而且是什么 consigned for processing 是受托加工的 应增消费税的消费品 第三个 以委托方名义 开具发票 代委托方收取的 款项 所以同样 落脚到最后的 一个款项 一个款项 一个金额 所以是 amount amount 怎么样呢 collected for consigner 是为谁 是为谁 代委托方 收取的 款项 an issuing words in name consigner 而且是以 委托方名义 开具发票的 第四个 符合条件的 代为收取的 政府性基金 或者行政事业 性收费 所以是 符合条件的 eligible government fund 政府性基金 or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ee collected 那么 到这个collected 之前 都是什么 重点 就是 政府性基金 或者是 行政事业性 收费 government fund or administrative and institutional fee 这是重点 然后这个collected 是来修饰它的 collected on behalf of other entity 是代表 其他方 也就是代委的 收取的 collected 第五个 纳税人销售货物的同时 代办保险 而向购买者 收取的保险费 以及从事这个 汽车销售的纳税人 向购买方 收取的 代购买方 缴纳的 车辆购置税 排造费 好 重点是哪里 第一句话 前面第一句话 重点在什么 保险费 所以是 就是这三个 那么相应的话呢 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前面的 就对于什么呢 对于销售货物的同时 代办保险而向购买者收取的 以及从事汽车销售的 大学人向购买方收取的 代购买方缴纳的 那么都在前面 所表述出来的 For taxpayers selling goods and collecting insurance premium on behalf of insurance company 是代表保险公司 收取的保险费 And taxpayers selling cars and collecting vehicle purchase tax and lines fee on behalf of others 是代别人收取的 这些车辆购置税牌照费 再来看几种特殊行为下的 销售额的确定 Sales amount and some special sales activities 一个的话呢 是折扣方式销售 这里要注意 折扣销售 discount sales discount sales 折扣销售 折扣额是在同一张 发票金额当中分别的注明 可以从销售额当中扣减 If the discount amount is indicated 指明了 It's indicated on the amount columned same invoice 在同一张发票的金额栏中注明了 It can be deducted from sales amount 是可以在销售额当中扣减的 这是折扣销售 discount sales 要注意不是销售折扣 而是折扣销售 discount sales 那么如果有实务折扣 折该实务款项 是不能从硬税销售行为的 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那么这个实务应该按 增值税的暂行条例 实施记者和应该增这个通知 当中这个适同销售货物当中的 赠送他人计算增值税 所以是discount on fiscal goods 食物折扣 the amount of fiscal goods 食物的折扣的金额 款项 should not be deducted 不能够被扣除 所以是should not be deducted 从哪里扣除呢 不能从哪里扣除呢 from the sales amount of taxable sales behavior 不能够从 应税销售行为的销售额当中扣除 and it should be level VAT 应该被征收增值税 根据什么征收呢 according to 用这么一个连接词 according to donating to others 赠送他人 of VAT provision 就是增值税条款当中的赠送 他人 deamed as sales of goods in the detailed rul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ing regulation on valid added text and the notice business text replace with VAT 这就是我们用协体 英文协体表示了两个文件 一个是增值税 暂行实施 暂行条例实施细辞 一个是应该增的通知 第二种 销售折扣 所以要注意 这个不是折扣销售了 而是销售折扣 那么销售折扣是seals discount 虽然只换了一项方向 但是含义不同 所以处理也不同 那么销售折扣 这个折扣额是 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 是需要全额计税的 所以seals discount the discount amount 折扣额 should not be deducted 不能够扣除 不能从哪里扣除呢 from sales amount 不能够从销售额中扣除 the weightage should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otal sales amount 所以增值税应该是 按照全额来计税的 第三个销售折让 折让是seals allowance seals allowance 所以折让额是可以从销售额当中减除的 所以的alance amount 折让额 alance amount 可以被扣除 can be deducted 可以被扣除 从哪里呢 from sales amount 可以从销售额当中减除 第二个 以旧换新的时候 就是什么 trading trading 那么以旧换新常现的 比如说经营首饰 goat, silver and jewelry 那么这种情况是要按销售方 实际收取的 不含增值税的 全部价款 增收增值税 所以 重点是 要增收增值税 所以the weightage should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actual amount all actual amount 实际收取的 全部的金额 the taxpayer collected but 但是呢 不含增值税 所以but accluding the weight accluding 不包括什么 不含增值税 而非禁人首饰 也就换新的话 那么是 因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 确定销售额 不得扣减旧货物 的收购价格 所以goose other than gold sever and jewelry 就是非金融首饰 的商品的话 the sales amount 销售额 should be determined 应该按照什么 去确定 according to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稍微换了一下语态 我们用被动语态 主要就是强调 我们销售额要按照什么 确定 那么 中文是说 应按照什么 确定销售额 我们稍微换了一下 被动态 换成被动态 就是销售额应该按 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 确定 所以the sales amoun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the selling price of the same new goods in the same period 按照 同样的货物 在同期的新的货物销售价格 and the procurement price of old goods 那么 旧货物的收购价格 should not be deducted 是不得地减的 同样用一个被动态 所以should not be deducted 第三种 还本销售 那么这个还本销售 就是所谓的 repayment of principle principle是 本金的意思 repayment of principle selling 销售额不得扣除 还本支出 所以 the principal repayment 还本的支出 should not be deducted 不能够被扣减 不能够从哪里扣减呢 from the sales revenue 不能够从销售收入当中 不能从销售额当中扣除 还本的支出 这个同样 稍微调整了一下语序 我们用被动态 强调 还本支出 不能够从销售额当中扣除 所以用一个被动态 the principal repayment should not be deducted from the sales revenue 第四种 以物易物 以物易物 那么我们在专业俗语当中 叫做barter 把barter 那么 双方同坐构进和销售处理 the barter should be treated as purchasing and selling by all parties 净向税额的话呢 必须凭专用发票抵抗 the input text should only be deduct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al waiting invoice 根据专用证据税发票抵扣 再来看有关这个包装物的押金 deposit of packaging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 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 单独记账核算的 时间在一年以内 又未过期的 不并入销售额 增税 但是呢 对应预期 未收回包装物 不再退还的押金 是应该按 所包装货物的 适用税率 来计算这个 销项税额 所以 首先的前提 就是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 而出租出借 包装物收取押金 所以 这是一个前提 纳税人为销售货物 而出租出借 包装物收取押金 那么 单独记账核算的 所以这个 中文的 这个什么什么的 又是表示了一个什么 假设 假设 所以 我们用一个 if从据来引出 if if it is recorded separately 如果单独的记录 有单独的核算 it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sales revenue to calculate tax on the conditions that it is within one year and not expired 那么 就不应该 并入销售额 增税 的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就是 on the condition that 时间在一年以内 是吧 前提的一年以内 用未过期 所以实际上 我们用这么一个 表述 就是 用这么一个连接词 on the condition that 在这么一个条件下 it is within one year 时间在一年以内 and not expired 用未过期的 是吧 来总共来修饰 来定义它 就是 这个是不能够 并入销售额 增税的 是吧 但是 but but for those 对于那些 所以用those 来代替那些 those having goods deposit not refund refunded one due 是吧 就是 预期未收回 包装物 是吧 没有 不再退还的押金 the outward checks 那么销向税额 就应该计算了 所以这个时候 用一个被动态 把重点先说出来 那么被动态的 足语 outward checks 销向税额 should be calculated 应该被计算 根据什么计算呢 based on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tax rate on packing goods 是吧 根据 所包装货物的 适用税率 计算 销向税额 再来看 关于这个 直销企业的 税务处理的 有关规定 tax treatment of direct selling enterprises 直销企业 是先将货物销售 给直销员 然后直销员呢 再将货物销售 给消费者的 那么直销企业的 销售额是 其向直销员 收取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所以同样 这里有一个 什么什么的 是吧 一个假设 所以用一个if if the direct selling enterprise sell the goods to direct salesman 就是如果 直销企业 先将货物销售 给直销员 and then the direct salesman sell the goods to customers 然后直销员 再将货物销售 给消费者 这是if 引出的这个前提 那么the sales amount of direct selling enterprise is the total sales price and other charges collected from the direct salesman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销售额 是什么呢 the sales amount is the total sales price and other charges 这是这句话的 主干 主语 卫语 和编语 主干 那么什么销售额 用一个of短语 去修饰它 of the direct selling enterprise 就是直销企业的销售额 然后way就是意思 是 b is total sales price and other charges 就是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价外费用 然后用collected from the direct salesman 来修饰这个 前面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也就是向直销员 收取的 收取的 好 这是直销企业的 税务处理 那么如果直销企业 通过直销员 向消费者 销售货物 直接向消费者 收取货款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是吧 所以直销企业的销售额呢 是向消费者 收取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好 大家试着 能不能自己用英文 来表达一下 这句话 跟刚才有点类似 是吧 直播稍微有点变化 所以同样 用一个if短语 把它引出来 if if the direct selling enterprise sold goods to customers through direct salesman 这就是如果通过 直销员向消费者 销售货物 只不过我们 稍微换了一下语序 就是 sold goods to customers 先说出来 销售商品给消费者 先说出来 然后用一个through 借词通过 通过 direct salesman 是通过 直销员销售的 and collect the cash directed from customers 而且呢 是直接向消费者 收取货款 这是 if引出来的 这个条件 那么 销售额是什么 同样 销售额为 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 是这句话的主干 所以 sales amount is the total sales price and other charges 这是这句话的主干 然后呢 我们再把 修饰主语的 加上去 of sales amount of the direct selling prices and price 这是 主语 是吧 然后再把 修饰宾语的 加上去 collected from customers 就是从 或者说向 消费者 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 好 我们再来看 关于这个 贷款服务的 销售额 什么是 贷款服务 这个定义 贷款服务是 以提供 贷款服务取得 全部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 收入为 销售额的 所以 这个 for loan service 贷款服务 那么还是 the total the total interest and interest income 全部利息 及利息性质的 收入 这是一个 主语 derived from providing loan services 是修饰这个 主语的 所以 这是修饰前面的 什么的 利息及利息性质 的收入呢 是来自于 derived from providing loan service 是由于提供 贷款服务取得的 这是主语 然后呢 should be treated as this amount 应该作为 销售额 这是 后面 这句话 这是贷款服务的 销售额 再来看 有一些 这个直接收费 金融服务的 销售额 直接收费 金融服务 以提供 直接收费 金融服务 收取的 手续费 佣金 酬金等 各类费用 作为 销售额 所以 for direct fee financial services 这是对 直接收费 金融服务 commissions and remuneration saturated expenses 这就是 手续佣金 酬金 这些费用 which charge for providing direct fee financial services 这是为了 提供 直接收费 服务 所收取的 所以这个 which是来 修饰前面 这些 which是这个 重聚 来修饰前面 这些费用的 那么should be treated as this amount 就应该作为 销售额 再来看第三种 就是按差额 确定销售额 sales amount determined by difference 差额 差额 difference 那么以下的项目的话 是属于按差额 确定销售额的 the falling item belongs to sales amount determined by difference 按照 差额 确定销售额 一个是这个 金融商品 转让的销售额 金融商品 转让 是按照 卖出价和 扣除 买入价后的余额 为销售额的 所以 sales amount of transferring financial goods 就是金融 物品转让 是吧 那么所以 for transfer financial goods 对于金融 物品转让 the sales amount 销售额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balance of selling price minus purchase price 就是 谁的差额呢 the balance of selling price minus 销售额 减去 purchase price 减去买入价 把卖出价减去 买入价的这个 差额 余额 the balance 的余额 作为销售额 第二种是 这个经济代理服务 的销售额 the sales amount of blocking agent service 第三种的话呢 是融资租赁 和融资性 售后回租业务 的销售额 for sales amount of finance lease 融资租赁 finance lease and financial lease backed business 以及融资性 售后回租业务 第四种是 航空运输企业的 销售额 但是呢 不包括 代收的 机场建设费 和代售 其他航空运输 企业客票 而代收 转付的价款 所以 航空运输企业的 销售额是 sales amount of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就是航空运输企业的销售额 sales amount of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不包括 所以加一个什么 excluding excluding 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 collected fees of airport construction 不包括 代收的 机场建设费 and transfered amount by selling tickets of other air transport enterprise 以及不包括 代售 其他 航空运输企业客票 代售 转付的 价款 第五个是 试点纳税人中的 一般纳税人 提供这个 客运厂战服务 the general taxpayer 一般纳税人 among pilot taxpayers 就是在试点纳税人 当中的 一般纳税人 provise passenger station services 他们提供这个 客运厂战服务 第六个是 试点纳税人 提供旅游服务 pilot taxpayer provide 提供 tourism services 旅游服务 第七个是 试点纳税人 提供建筑服务 适用 简易计算 方法的 就是 the pilot taxpayer provide construction services with the simplified tax calculation message 就是 提供 试点纳税人 pilot taxpayer 提供 provide 建筑服务 constructing services with 那么适用于 简易计算方法的 我们用一个 借词with with the simplified tax calculation message 第八种是 这个房地产 开发企业当中的 一般纳税人 销售 其开发的 房地产项目 但是 选择这个 简易计算方法的 房地产的 这个 老项目 是除外的 所以 一般纳税人 general taxpayer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这是 足语 就是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 一般纳税人 所以我们首先把 足语 general taxpayer 一般纳税人 然后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enterprises 总共都是来修饰它的 就是在 房地产开发企业当中的 一般纳税人 销售其开发的 房地产项目 sell real estate project developed by them 销售他们开发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 但是 除外什么呢 有什么除外 老项目除外 所以 excluding excluding 不包括那些老项目 which chooses simplified tax calculation method 不包括那些 选择 简易 计税方法的 房地产老项目 第九个是 纳税人 转让 不动产 taxpayer transfers real estate 再来看一下 视同销售方式下的销售 那么 视同销售行为的 销售额 要按照以下的顺序来确定 所以 the sales amount 销售额 of activity which is deemed as sales 视同为销售的 which is deemed as be deemed as 也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视同为什么的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falling order 应该按照下面的顺序 falling order 来确定 首先呢 按纳税人 最近时期 发生同类 应税销售行为的 平均价格确定 所以be determined 被确定 按照什么呢 according to 用这么一个 这次短语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sales price 平均价格 什么的平均价格呢 再用off短语来修饰 这个平均价格 of the same kind of chexual sales behavior in the recent period of the tax payer 就是按照 纳税人 最近时期 发生的同类 应税销售行为的 平均价格确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平均价格 先说出来 然后后面 再来修饰这个 平均价格 第二步就是按这个 其他纳税人 最近时期发生 同类应税销售行为的 平均价格 确定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average sales price 所以还是一样的 然后再用off短语来修饰 这个平均价格 of the same kind of chexual sales behavior 首先就是同类 应税销售行为 那么in recent period 就是最近发生的 of other tax payer 是其他纳税人 最近时期发生的 然后第三个顺序 就是按照 组成计税价格确定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mposite accessible amount 组成计税价格 就是一个 也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composite accessible amount 那么具体来说 这个组成计税价格的公式 就是组成计税价格的话呢 它是等于成本 乘以 一加上成本利润率的 所以composite assessable amount eqs to cost multiply with 1 plus profit ratio of cost 就是一加上 这个成本利润率 如果是属于这个 应征消费税的货物 其组成计税价格当中呢 还应该加记 消费税的税额 所以for good subject to 受制于什么 受什么影响 be subject to 这也是最开始 我们学习这个 专业词汇的时候 学习过的 那么for good subject to consumpting text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货物 the composite assessed price 主成计税价格 should include consumption tax 那么就应该包括 消费税 所以据来说是 主成计税价格 等于成本 乘以一加成本利润率 再加上 消费税税额 所以 the composite assessable amount eqs to cost multiply with 1 plus profit reach of cost and also plus the consumpting text 或者我们是用什么呢 或者是用另外 就是 这个 公式就是 组成计税价格 等于成本 乘以 一加成本利润率 然后除以一个 一减去消费税的 税率 是一样的 所以 the composite assessable amount eqs cost multiply with 1 plus profit ratio of cost and divided by 1 minus consumpting tax rate 好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 首先看这个 一般纳税人 进向税额的 确定 the determination of input tax of general taxpayers 准于这个 从消费税额当中 抵扣的进向税额 实际上是需要考虑 两个因素的 一个是 平正的条件 一个是 时间的条件 所以 when determining 当我们考虑 确定 the input text that can be deducted from output text we need to consider two factors 我们就需要考虑 两个因素 one is certificate 一个是 平正 and the other is time 另外一个就是 时间 那么 进向税额 准于抵扣的 平正条件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ertificates that can be used for input text deduct 应该来说 就是纳税人 购进货物 或印税 劳务 而向销售方 支付的 进向税额 必须凭 合法的 扣税 平正 才能抵扣 这是一个 基本原则 所以 the input text paid by text payers who purchase goods or textual services can only be deducted with legitimate certificate 合法的 扣税 平正 那么 税法 规定的 这个扣税 平正呢 主要包括 the certificates allowed 包括什么呢 一个就是 增值税的 专用发票 special VAT invoice 发票是invoice 增值税是VAT 为了 edit text 然后前面 再加一个 special 就是专用的 增值税 专用发票 就是special VAT invoice 海关 进口 增值税 专用 缴款书 special payment books of customers import VAT 代扣 代缴 税款的 完税 评证 text payment voucher 您支付 税款的 评证 for withdrawing text 以及 免税 农产品的 搜购 发票 purchase invoice of tax-free agriculture product 那么 购买 发票 purchase invoice of 就来 修饰它 of tax-free agriculture product 就是 免税 农产品 的 把收购 发票